现代农村面临人口老化 青年外移现象淡水区农会配合农委会绿色照顾计划 成立绿色照顾站 日前也邀请许多贵宾举办街牌仪式 同时也展现出许多幸福农村的成果展 农会表示成立淡水区农会绿色照顾示范站 计划推动三大核心理念 绿饮食、绿疗愈、还有绿照顾 透过送餐、供食、手作、跳舞、疗愈等活动 照顾农村长辈的健康 让农村长辈都能够吃得饱 吃得好、活得健康快乐 农村的人口很快速的老化 政府有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希望农会的一个绿色照顾站 来照顾我们这些连长者、淫法族的一些长者 最主要的就是说透过农会的一些活动 来照顾我们这些长者 让他们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那我们今年的话 我们的绿色照顾站我们有四组 农会两组在中寮跟一山各有一组 那我们所有的那个我们的成员大概有100名左右 农会表示透过农会所举办的活动 让长者有许多的活动空间 而今年淡水农会就开办了四组的绿色照顾站 包括了农会大楼本身就有两个地方 以及一山里、中寮里都有设置 所照顾的长者超过百人 透过农会加正班以及农会无毒农产食材 料理绿色健康餐店 创造最核心的绿饮食重要价值 我们今天农会可以加正班 使我们农会后面推锁 所以政府如果要进去政策 需要我们这里来帮忙 加正班这里可以 另外今天可以自己进财 自己主书 自己可以带动 我们地方所有老人没有走出来 可以帮他们带出来去投 要美食的话这就是透过加正班 然后准备一个营养健康 安全的食材让他们共餐 然后再来就是力照顾 我们将这些长者带到我们休闻农场 享受他们DIY的活动 以及享受他们休闲农场宽敞的空间 再来的话就是力疗语 就是在八楼我们屋顶 种植有机蔬菜 让他们自己播种 撕回浇水 然后到采收 然后采收又让大家家里人分享那个种植物 蔬菜这样一个热气 除了为长者打造绿色饮食共餐之外 还需要绿照顾 透过农会配合的农场 或者是在农会大楼顶楼 所打造的空中花园 带着长者来到农场种植绿色蔬菜 让长者长期与自然接触 透过照顾种植采收 让长者有丰富的都市农村生活 达到绿色疗愈的效果 也从中获得输压与栽种的乐趣 让影法长者有自尊有自信的在地老化 记者许端音大学采访报道